很帅 你看到台上 你知道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吗 我看到台上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来到 一万人的教会 所以现在我讲话比较生气 因为我站在一个 一万人的教会 有没有 我们可以掌声音说 很厉害 我们先祝我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了你 我们一切都有了 主啊 我知道我们靠的不是实力 不是才能 主啊 来自靠你的圣灵 今天早上 求你的圣灵 大道的痛满在这里 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 让你的话语 能够砸垮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的圣灵 这一分钟 这一秒钟开始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宣告 因为我们有你在我们的圣灵当中 主啊 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不是道理 乃是真理 是能够活出来的真理 今天求你把你的真理 告诉我们 让我们明白 也能够醒出来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主啊 好 我今天出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 爱的测温器 放一放个头牌 什么叫测温器 测温器是怎么样 它就好像这个东西一样 你放这个耳朵 叮 看你的温度有多少 光光有点有 知道吗 ok 那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五岁 一个是七个月 那七个月的那个女儿 如果她哭了 她什么我就很怕 对不对 我唯一能够用的方法 就是在她喷的锅里面 叮 看一看 我三十七 还可以了 叮 叮 三十七我脚都准了 发烧 对不对 测温器是用来量发烧的 那什么叫发烧 发烧不是一种病 发烧是因为我们身体有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受伤 你的伤口发炎 你会发烧 对不对 如果你吸睛感染 你会发烧 如果你感冒 你会发烧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主题 爱的测温器 因为我察觉到 我们住的地球 爱已经发烧了 上个礼拜 相信全马祖里面看到一个爆炸 有个五十多岁的阿婆 对不对 她因为很爱她的孙 她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太大 大到她不想活 她又怕 我死了这个孙怎么办 她开始担心 结果怎么样 她期望杀死她的孙 然后她去自杀 她的触发动机是因为爱 爱你爱到杀死你 你认为这个爱也没有发烧 是不是发烧 我告诉你 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 很多家里都会很喜欢找我们 那一天有个姐妹在找我 她告诉我说 哇 我丈夫最近到晚上都不爱回家 很吃很吃回家 一定要等到我睡了觉才回家 你帮忙我一下跟她讲一讲啦 那怎么样 没有办法这是我们工作嘛 对不对 我去传道的照片讲 我说 brother 为什么晚上不要回家 你去哪里 你太太吵你晚上不回家嘞 你不爱你太太吗 我就是爱我的太太 所以我不要回家咯 奇怪 为什么你爱人家 她说你不要回家 那她就告诉我 因为我早一点回去就跟她吵架嘛 等她睡觉了她才回去 我不是不用吵架 是不是爱她 你说我爱她吗 你看我们的爱 是不是真的发烧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看电影 你看电影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情节 我不要讲电影的情节 我讲靠近的 我讲我家里的情节 我家里在还没有姓主的时候 姓主开始的时候还有咧 那过后找到眼神真的没有 怎样情况你懂吗 我家里有两个真的很可爱的女人 一个叫我妈妈 一个叫我姐姐 两个我都很爱她 我告诉你 他们两个也很爱我 所以搞成我很麻烦 为什么你懂吗 因为我的妈妈 每一次都会在我的耳朵里面讲 讲什么的 他讲我姐姐 你姐姐对外人的好都不得了 对自己人都不会好的 她的手啊 人家是好近不好处 知道是好处不好近的 每一天得空不得空就跟我讲 我姐姐的东西 有时讲到我很生气 我就低声的讲 妈妈不然这样 我跟她脱离姐弟关心 你笑话不好 我一讲就挂上嘴就信了 不敢讲了 因为她真的讲错话 我的姐姐也是这样的 我一得空的时候跟我讲 她也是不能讲 你妈妈的奇怪的 她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 应该最疼女的嘛 对不对 只有一个女的嘛 对不对 重男轻女的 什么都是儿子好女的不好的 有一天跟我讲讲讲 那我的耳朵都很痛 你知道吗 但是很奇怪 奇怪在哪里 我的妈妈跟我姐姐 我们住在同一个 他们只是各开了一二三四四间 那么如果我的姐姐生病了 我很麻烦 我的电话一直在想 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过去看看你姐姐 看她吃饭了没有 妈妈我在外面做工 你看那个师姐 你不会跑过去没有 没有 没有 我又讲一下子 打电话来 你姐姐的孩子 也没有人照顾 我姐姐是担心妈妈 那你孩子也没有人照顾 你没有过去看她 你看那天打电话 烦不烦死人 如果我妈妈生病 我的姐姐也会打电话给我 你没有带阿妈去看医生 你个师姐 你自己带的 又不然又打电话 快过去打包 不要让你妈妈煮饭 等一下她生病 她也要煮饭了 你过去打包给她 你帮她煮啦 你叫我 我是不是很恐怖的 你是不是很恐怖 好 你听了我整个情话 你觉得我妈妈 爱我的姐姐吗 爱 那你觉得我姐姐 爱我的妈妈吗 那为什么每天 叫我妈妈坏话 哈哈 你怎么还在叫我姐姐坏话 这个爱发烧了 这个就叫做发烧了 对吗 对吗 我们的爱 真的是发的烧 对不对 爱 难道就是爱你爱到三十年 爱你 你就是因为每天要吵你 电视剧也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了吗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住的环境 电视啊 哪里哪里啊 告诉我们 它是今天的爱的方法 而我们没有把上帝的爱 用上帝的角度去看爱 我去查了一些叫百科全书 因为我觉得百科全书的话 比较中立一点 对不对 我看一看 百科全书到底是怎么全新爱的 我给你看一看 它有讲说 爱 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情感 听得明白吗 很抽象啊 好像明白 又好像不明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叫抽象 抽象就是需要解释了 抽象就是解释了 你还是不明白的 对吗 对吗 它有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感 但是怎样发自的好像是对的哦 对不对哦 好 我告诉你结果我们就迷迷糊糊 这个对 怎样对 你不懂 爱是怎样 有某种事物给人满足 只要我得到满足我就能够得到爱 爱是什么 爱是爱到某一些东西 愿意为爱死 爱是什么 爱有时被享用是抢必性的 你没有看到很多案件 你没有这样的男朋友 如果有的话你就危险了 你不嫁给我的话 我会去自查 人未来的人不嫁给他不行 那你想要嫁还是不要嫁 不要 我告诉你最好不要嫁了 你这一世人的 你都嫁嫁 在威胁之下 威胁之下 我告诉你 迟早也不是要死的 还要两个死 对不对 爱是怎么样 爱是真心对待哪里的圣调物体 这些解释都让我们很模糊 对不对 模糊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开始去寻找 在哪里寻找 最简单的就是 第一 看电视今天做什么信 我告诉你 我生了主以后很少看信 很少看信 因为可能时间有点不够 那么后来我的 第二个女儿出世的时候 因为第二个女儿去成功为人 哪一类为人哪 还要成功谈那个味道 那成功为人哪 我觉得我的太太真的很辛苦 半夜又起来 这样又起来 这样又起来 其实 女孩子都是这样 她很辛苦 你不需要说什么话 你愿意陪她 她的开心就不得了 你愿意陪她 她就觉得 我的辛苦是很值得 对不对 我们女士们对不对 你愿意陪她就OK了 我想想想想 我怎样练 都要陪一陪我太太 对不对 所以晚上的时候 大概十二点 我太太就会看 那个连续剧 为什么她看连续剧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要为男的 看着电视机就有 一点位咯 对不对 好了 我就陪我太太 哇电视机一开 看到那套电影 哇里面有那个 出名的明星 余良卫 应该是余良卫做主角 那么这套电影是这样的 余良卫是个非常好的 哇 哇 那么她的那个 太太在七美镇 也是很好的太太 哇 这个家庭都非常的美满 你懂吗 哇 前面都做得很美满 突然间有一天 这个男主角的前女友 看到了她 sorting了 叮叮叮叮叮 然后 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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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他们两个又跑在一起了 跑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男主角 就回去跟她的太太讲 讲到讲理 太太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太太 你对家里有照顾 你又怎样又怎样 但是你那么好 我不能够骗你 你那么好 我骗你我就不是人 所以我一定要坦白地告诉你 我对你只剩下责任 没有了 feel 你平时是感觉哦 所以我不能够骗你 我对你这个责任没有feel 所以我要离开你 哇 大家都以为爱就是叫做feel 爱就是叫做感觉 麻烦了 真的麻烦了 那整个电影的绝情 又告诉我们怎么样 这一个女孩子 她有内心的挣扎 哇 原来她是那个女两位的老婆 我不可以这样对她 我不可以这样对她 但是没有办法 在我的内心里面 全世界的男人 我只对你的老公有feel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好朋友 我一直对你老公有feel 恐怖 很恐怖 很恐怖对不对 我们把爱当成是一个feel feel要怎么解释 我记得我娶我太太的时候 她的药是24寸 所以我肯定很有feel 后来她全脑都帮我生了两个女儿 那么当然还好不是42啊 变了30多 那你认为那个feel会减少啊 如果爱真的是只是feel来讲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都离婚了 很大的问题啦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只要讲一个feel 我们就开始不需要负责任了 所以这里我们有年轻的朋友 那真的如果你的男朋友 突然间说一天 我很想努力爱你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feel 我看你不到半死了 对吗 对不对 诶 我们的世界给我们爱 有问题了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 爱有问题 我告诉你 圣经有一处 有个很特别的东西 圣经里面竟然给我找到测温气 什么叫测温气呢 就是刚才我告诉你了 放在耳朵里面 叮 看一看 没有发烧 还好 叮 我爱发烧了 要调整一下 你看 有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介绍你用圣经里面 竟然有这种仪器 好不好圣经 你告诉你旁边的圣经是人类说明出来的 圣经里面竟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 我在介绍你 告诉你在哪里之前 我必须先告诉你怎么用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我叫你测温气拿来 测温火了 你测温气 放在你的肚子里面 这边修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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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放对地方 对不对 我告诉你测温气是放哪里的 这个爱的测温气 它很特别 它只能够拿来量量自己 不能够量你的爸爸 不能够量你的妈妈 不能够量你的太太只能够量自己 你知道吗 量的以后是针对自己来吃药 这个很特别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我发烧 你吃药我会好吗 不会好 对不对 我发烧我吃药 对不对 这个爱的生命 可以量自己的 为什么我察觉到这个问题 我要坦白来告诉你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最成功的 第一个带到信主的 就是我的妈妈 我以前很坏 我坏到怎样吃摇拖弯 不回家 派上鸡片 什么我都做了 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去到教会的时候 上帝的广义照下来 我去拿摇拖弯 变变是不是 我说我这个 有改变吗 就这样 有改变吗 我改变了以后 我就开始用上帝的标准 我就开始拿到我的圣经 你知道吗 我就回去做什么了 当作照妖精这样 对着我的妈妈来照 叮照一照看 我妈妈有问题 叮照下去 你认为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啦 如果你拿圣经的标准来 找任何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我在一家里面对我 我在一家里面对我 我开始发现到 我妈妈有很多问题 哎呦 又啰嗦啦 脾气又不好啦 又这样又大样啦 结果怎样 牧师告诉我一句话很重要的 神的话语充满能力 神的话语能够怎么样 能够改变人哦 大家也听到故事讲 神会改变人 对不对 我就开始每一天去抄圣经 抄那些话语 哭了 看到我妈妈就哭了 哭了 哭了 都哭了 你认为成功吗 你们认为成功吗 我告诉你彻底失败 从今以后我的妈妈都不要去教会 做么 因为我带她去教会今天讲 你讲什么我订出号我去讲什么 那你看妈妈她讲给你听的 哈哈哈哈 那个你去教会给你妈 我才不要去啦 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这么近不要拿来量你的太太 量你的丈夫 量你的妈妈 拿来量谁 因为在神的圣经里面 没有一个人 能够给 没有一个人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来圣经 来个教会 牧师讲什么东西 绝对不是讲给你妈妈听的啦 也不是讲给你丈母听的啦 你告诉你旁边的 今天的道士讲给我听的啦 每次就自己 今天就让她讲给我听的啦 你看她来量自己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在后来我用了一个方法 我怎么样 我后来察觉到 原来我没有能力改变我的妈妈 但是我用能力改变我对她的态度 我开始改变我自己 当我开始改变我自己的时候 我看到上帝都没有了 上帝开始改变我妈妈 改变我姐姐 一个一个改变我的家里 越来越开心 我在这里介绍一个人的祷告 这个人的祷告 我去到很多地方我都介绍 并且介绍四五次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杂心啊 有一个神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尼布尔 尼布尔做了这个祷告 然后我去读给你 神啊 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 什么是你无法改变的事 你懂啦 咱们来的告诉你 你的妈妈你改不到了 你的爸爸你也改不到了 你的丈夫你也改不到了 甚至你的孩子你也改不到了 你不要以为你是谁啦 对不对 那问题是怎样 你学信见他 没有办法 我的老婆就是我说 没有办法 我的丈夫讲话就是 你先见了 叫神给你平静的心 他就见了 然后第二部怎样 第二部他就讲 神啊 是给我勇气 去做我能改变的事 所以你能够改变 所以你能够改变 告诉你旁边的 我可以改变自己的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 你就改变你自己了 当你开始改变你自己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就会被你影响 你就会看到什么 然后第三个祷告就是 神啊 赐给我智慧 去分辨两者不同 让神让你知道 为什么我看来看去 错的是我老婆 改变的是我 就是这样咯 你不改变他 改变不到我 错的是我老婆 为什么改变的是我 就是这样咯 你不改变他 不会改变到我 明白吗 然后放在耳朵来聊聊聊的 神文静放在耳朵来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圣经是怎么样讲爱的 这一课我相信不单止能够读 我们拿来唱比赛比赛 唱都可以了 对不对 来我们来唱一唱 爱是很久能来拥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卦不藏卦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习惯不一直习惯真理 我们唱到这里就好了 我相信这个经文 我们拿来唱的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唱首 为什么我告诉你唱到这里 因为爱的正义 如果前面讲到后面讲不完 你明白吗 一切讲不完 先讲一段 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段在哪里 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 里面有多少个 你看他告诉我们爱很甜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爱是什么 很久很赖 对不对 又有恩赐 重要的我要告诉你看 里面有八个步 什么步 第一个是爱是不嫉妒 第二个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里面有八个步 这八个步就好像一个测温器一样 如果八个步 八个no 我们变成yes 那叫做什么 发烧了 发烧了 我们看看这八个目的 一个爱是不嫉妒 什么叫嫉妒 啊 福建话我终于学会了 爱是没有万古 原来叫万古 早来早去万古就有了万古 奇怪了 还好啦 我们课家人学都讲福建话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什么叫嫉妒 嫉妒到底是来自哪里的 嫉妒 因为有礼教 所以人会嫉妒 你想想看对不对 一个人有什么好嫉妒 我跟Pastor Lee在一起 哇我就开始 因为怎么样 基督是一件事的两面 一件事情罢了 什么事情 原来我们的Pastor Lee 打给他离开了 那天到去我的房间 表演一下我才知道 我们不只两个人在房间 很多人 哇 他打那个什么 什么人是牧师 拉丁 所以你看 他一讲拉丁的时候 他很骄傲 我还都没有 我是基督 他中路也笑我都没有 你是两个的嘛 对不对 来自哪里 一个是骄傲 另外一个是反面 我就基督你骄傲 那个叫比较 对不对 圣经怎么样讲基督 圣经讲基督 能够使你骨头 手烂 外表看来没有问题 不过里面有些烂料 比较危险 它是个具有危险性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 是为了什么 基督 因为亚当跟夏娃的孩子 盖领跟亚伯 就是为了基督 上帝为什么要亚伯不爱我 我们把他杀掉 第一件不杀 你知道耶稣基督 为什么会钉子在十字架 因为基督 法律上有个文士讲 哇 让他按你嘴 牵不出来的 都小朋友不好了 就想办法把它抬掉 对不对 你看基督是种多可怕的事情 基督来自哪里 来自叫比较 所以告诉你旁边 爱是不做比较 爱是不做比较 如果今天你有两个孩子 你每天都拿你的大女儿 跟你小女儿来比比比比比 比他们两个想象 爱得起难了 你明白吗 对不对 爱是不比较 我们刚才一进来讲 我们这里是一个团契 对不对 这个团契里面 我们可能有个团队 对不对 我们团队里面可能有音乐团队 如果音乐团队里面 一开始比较爱就不见了 你做什么东西 我是阿顺做的 我没有做的 爱是没有比较 爱是我不把你比下去 你也不把我比下去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两夫妻 哇 你是不是我要跟你比 我比不不调 这个我 我冲的地方 我不要美 如果不嫁给你 我可以嫁给别人了 我不要有钱了 我不去你都去别人了 你心里想有问题吗 肯定发烧了 看什么时候少 少feel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爱是不做比较 当你开始觉得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有比较 你跟你的妈妈比较 你跟你的爸爸 爸爸妈妈的比较 你的家爱 有你们一场真的比较 我告诉你 你的家发烧了 发烧了要怎么样 降温 明白吗 怎样降温 自己降温 你不要一比降温 阿嬷 你拿来比降温 是你的问题 不要你的问题 处理自己的就好了 他就会慢慢降温了 第二个是爱是不自花 什么叫自花 你懂吗 为什么人会自花 人一当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会自花 他觉得自花就能够保护自己 很多东西都比较夸张一点 我告诉你 去年我太太是年北 生热了 去年我太太生热的时候 我突然间一开我的抽屉 我看到一瓶香水 我就拿来碰 然后我看一看我去再笑 哈哈哈哈 为了沙泥 还会用不了 我的香水 买了沙泥 还没用完 为什么我会笑呢 因为我突然间想起 我追我太太的时候 你知道 一瓶香水 顶多可以用三个月吧 因为他长得美嘛 我怕输火狼嘛 你知道吗 出门 一回家 一点点 好像味道没有了 你现在又要跟他出去 为什么 因为没有自信 因为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期望能够把他取回来 前面就 嘶嘶嘶嘶 对不对咯 这不是我的例子 我讲另外一个不是我的例子 有一些男生子就是这样咯 比如说西伍书高长醉 杀浪长几败 你一看着沙泥 你怎么知道沙泥 你不用问了啦 你看到他每天冲凉 就是沙泥 有没有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把太太取回去了 他追到了以后 你认为他香水还会碰 不用了 因为有爱了 有安全感了 对不对 人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到 女士们 你的头上有一个pamper 咚 就出来了一早 擦了擦了 要卖什么美容品 把它搞定 不知道我老公不爱我就擦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没有安全感 这个叫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那没有安全感的爱就会怎么样 那就开始出问题了 你的丈夫出门 出过两天 你心就叭叭掉 叭叭叭叭叭叭叭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就会怎么样 求你吃花 所以圣经刚说我们爱要怎么样 爱要有安全感 爱是不张黄 什么叫做张黄 张黄其实跟比较 跟没有安全感 两个可能 因为它都在里面了 张卡张黄 如果从圆文里面 你看到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 张黄张黄张黄的字眼 你去找到圆文 圆文用了四个字 叫自高自大 为什么人会自高自大 英文的话简单 就是喜欢秀秀 每一次都秀东西出来 秀东西出来 为什么会自秀东西出来 因为第一没有安全感 第二也是庄秀 第三就是怎么样 我期望我一秀出来 然后夫妻我做得比你 我就能够把你踩下去 踩下去你去听我的话 就有一种控制的感觉 有没有办法 人原来不这样 人原来不这样 怎么办 原来 圣地告诉我们 爱是不自花 爱是不张黄 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要懂得提示别人的软弱 神也没有做sample 给我们看 有啊 神是耶稣道成肉身 祂是天上的皇帝 来到世间 神先下方 对不对 应该是红鸡堂 哦爆炸这样啊 祂有没有这样 没有 祂提示人的软弱 祂怕如果这么做 人会不敢亲近祂 所以叫做道成肉身 对不对 祂在马朝里面去世 对不对 那么后来祂带了十二个门徒 我不单只是你的师父 我也是神的儿子 你们乖乖什么的话 祂也没有这样 没有 祂竟然跟祂的门徒洗脚 对不对 这就是神的爱 神的爱不单止没有一支花 并且怎么样 愿意把自己收起来 对不对 所以圣经法 祂把自己收起来 叫做什么 虚极 就是我有这个身份 但是我们social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很奇怪 我们就是两夫妻都喜欢social 我 不social就不可以 等一下给你欺负 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 我带她圣经书以后 然后她看到我给你 对太太这样又拉 这样又拉 这样又拉 你的太太 你不怕你的太太爬爬上你的头顶 为什么她会讲这句话 你不怕你的太太爬爬上你的头顶 因为他们的爱里面没有安全感 没有钱没有安全感 哇 不比你厉害也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在教堂借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教堂借坟的时候是这么讲的 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这么讲的 无论是贫穷 无论是疾病 无论是苦难 无论是大难来临 我依然与你同战 有没有 那个叫安全感 对吧 但是当你开始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丈夫 跟你的兄弟 开始没有安全感 我告诉你 妒忌就会更出来 发烧就会更出来 每一次我叫你生态唱歌 你都唱的 如果阿淑你出现 你马上不敢唱 那个叫没有安全感 你明白吗 如果这个肥肠唱 你更加不敢唱 因为阿淑他唱的那么厉害 对吧 他们这个叫做什么 爱已经不见了 我们害死没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爱要怎样 不做比较 要有爱追加 懂得提出别人的感受 另外一句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什么叫害羞的事 见过得光的心 叫做害羞的事 对不对 圣经这里很清楚的讲明什么 是讲明跟新关系有关 基督徒不单只是不能婚前心关系 婚后也是不可以跟不是婚姻 合约里面的人发生心关系 你明白吗 很多人抓字眼 婚前我没有心关系 婚后我有了 除了跟我老婆外面我儿也有了 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婚前婚后 我不是讲心爱只有在婚姻里面 这是两个夫妻才能发生的一个问题 诶 我不是跟你讲道德 我不是跟你讲理论 我要告诉你的是祝福 为什么你懂吗 因为希伯来书清楚的告诉我们 人非生结 绝不能见上帝的念 那你想想看 你要圣经的祝福 比如说今天我是你的老板 然后我告诉你 每一次开会一看到这个胖子 一来我就告诉他 出去出去倒个水 他又在来 少厕所厕所还没有少 对不对 这个老板每一次都不想见你的念 请问一下 年北花红你那么隐纷 担定义是没了 巴兰有都没了 我这样讲对吗 对不对 如果上帝不想见你的念 你讲祝福的家庭在你的身上 非人啊 是什么 应该是不能啊 对不对 应该是不会啊 对吗 对吗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为什么那个离婚离开哪里搞 美国政府想办法 让你们不要离婚 结果我告诉你 在美国如果离婚的话 你知道要付多少钱吗 好 我刚刚在中国报看 我刚刚讲这张到的时候 中国报就找到 上帮美金 就是要离婚的话 要给九十千 要给这样多钱 我才不要离了 对不对 照离啦 接阿龙就要离了 对吗 巴兰政府希望你们不要离婚 结果怎么样 离婚过后两年 不能 不能 一定要两年的离婚前置 这个马来西亚也有了 对不对 不过他多了一样 离婚过后两年不准结婚 后悔四年啦 期望你有改观婚姻在一起 结果成功吗 也是失败 我察觉到 因为大部分的婚点 都不在祝福里面 都不在祝福里面 婚前行事都没有 对不对呢 我已经做了怎么样 我不懂我持信耶稣怎么样 但是感谢主 圣经给我看到一句 神是怜悯的 当你愿意在神的婚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整个世态就不一样 神还是一样让你翻转 所谓的认罪悔改 就是以后不要再犯了 明白吗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让你更加明白上 有这个父母 有一次 有一个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 我告诉你 他信主之前是坏的要命的 哇呦 臭大麻 什么要偷完啊 什么 哎呦什么坏事臭大完的 那突然间信有耶稣 上帝的光一光照 偶尾化变变 变摆 变摆了啦 对不对 就来到教会咯 来到教会 这里就坐下来咯 牧师就开始讲道咯 他就在教会里面 左摔右摔摔到了一个咯 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对不对 找到了女朋友的时候 现在有点麻烦咯 因为牧师在台前里面 讲的一句话 我们基督徒 不单仅在台前 墙壁上都有血 哎 我们基督徒是绝对 可以反对婚前性行为 但是牧师只讲 婚前性行为是不可以 界限在哪里也没有血 我下没有血 对不对 那他就麻烦咯 他就跑过去牧师咯 护士咯 我现在做基督徒了 我要拍拖 这样不可以婚前性行为 我们可以做什么 护士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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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咯就好了 其他不要乱来 我好咯 那就跟那个女孩子拍拖 我说我两个护士咯 OK吗护士咯 我告诉你啦 护士咯就不够 不够 不够不够 年轻人 不够不够 只是脱丑罢了 他脱你讲不够不够 你跟我讲他在哪里 不够不够 又不够 又敢犯罪 那就怎样 我们找组长 那边拉 你还要承认那些 找组长 那边拉 你知道吗 一找电话 就问他 那边拉 我们基督徒喔 现在 不能够跟前世事回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做到哪里 做到哪里 我看见拉 因为那些外国人 你知道吗 他们远远看到 嗨 都可以抱抱的 对不对 嗨 都可以这样 是kiss你的点的 你可以抱抱 跟kiss你 还可以拉 请问一下 第二天 这对年轻人 他们会提督什么 只是看看旧 还是抱一下kiss一下点 抱一下kiss一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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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伙就是这样讲的 你那边三个月后 抱一下kiss一下点 够不够 不够 不够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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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样 把这个损损姐 损损姐 损损姐 哇看到那个 那个比较好 为什么呢 那个是抽一跟抽五 来来教会吧 三十五又来一下 然后三十万一来教会一下 这个比较少 问这个等 调群啊 一夜的 就跑过去问这个 诶 基督徒 不可以更新行为 应当要怎样 哦 先进攻 不可以生前新行为嘛 没有发生新关系 怎样都可以啦 脱光 睡在一起什么 只要不做就可以了 这七个 七个 七个 你想想看 这一对年轻人 他会听故事讲 还是听组长讲 还是听最后一个讲 我告诉你 我们来的教会 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呢 我们不是按正女措施 我们是按我们心想要的措施 对吗 到最后他就怎么样 他就跑进去危险的陷阱 没有听牧师的 没有听that brother 跑到最后的那个去 在危险的听见 你看我没有电脑 你看我没有电脑 你明白吗 那感谢主 后来那个女的 女的你知道吗 那个女的开始 有一个不对路 你懂吗 就开始看到那个男的讲 诶 我们这样做啊 圣经还是讨厌的 不如我们一起去问师母 好不好 你讲这个男的知道吗 知道了 我已经大了 不 现在大了 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女的就怎么样 这个女的就跟男的讲 不如我们这样 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了 结果我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了 两个就跪下来祷告了 一祷告了 神的光一光照下去 我告诉你 本来是跟那个 最后那个不来教会的那个 后来现在进步一点 可以跟那个 那个抱一抱 想想看反正都要做最活力一点 对不对 所以可能不是那个只是看救的了 好像很灰门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 到不来他们倒转去看救的时候 这个男的 突然间发现到 我以前做了很多坏事 所有的 那种很纯的爱情 已经不在我的世界里面 突然间我找回一个很纯的爱情 他突然间想起 他读FORM2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有一个人告诉他 FORM2有一个美女很美的 你去看一看 这样 不要看了什么 看每个女孩子都一样的 去看看 看过了才打算 他又去看咯 一看的时候就这样一跳出来 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美的 这个每一次下课的时候 都经过那个课试了 你知道吗 经过到毕业的那年 都还没有人是她的女孩子 不过很开心 你知道吗 诶 突然间有一天 他跟他的女朋友 只是看救的那个女朋友 那么看救的女朋友 又要回家 送她回家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一看过来 哇那种感觉 就好像当初第一次认识 女孩子的东西 砰砰砰砰 从此以后 两个人的爱情 去建立在很纯正的爱情里面 结果结婚了六年 都没有吵架 好了吗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你别开了这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当年就最能让她的感受 有没有 我不要告诉你 不要做黑性的事 我主要是帮助你 让你以后的婚姻 能够平满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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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阿神给你啊 一定要光临给光临 不要这样子 其实 经常我真的告诉你 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 为什么我那么大喊 因为我想祝福你 知道吗 你活在上帝的允许里面 我告诉你 你必然有个美满的恩怨 都要把上帝的祝福给拦阻掉 然后回来就哭哭哭哭 跟妈妈讲 妈妈我招呼又几乎我 为什么不要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呢 对不对 我不跟你讲道德 但我不跟你讲主 不要抵挡上帝的祝福 告诉你后面 不要抵挡上帝的祝福 尤其是年轻人的 告诉他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只是告诉年轻人 你结婚了的话 如果你也讨个价 你也一样啦 有了 坦坦回改 坦坦回改了 好 圣经讲怎么样 不求自己的益处 什么叫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能做过来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叫做什么你懂吗 我们叫做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我们把生命交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告诉你 你有爱了 为什么没有爱了 你看 如果你把生命交点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到最后你的家人一定背叛你的 你的丈夫一定背叛你的 为什么你懂吗 因为他不可能所有你的东西都是yes的嘛 他在yes下去 我告诉你后面也是no的 对不对 那你就活在什么 你就活在欺骗你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你的爱都活在欺骗你 那ok吗 不ok 对不对 圣经讲告诉我们说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个意思就是说要为对方着想 我告诉你 两夫妻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娶了一个太太 我每天都要求要求一大堆 太太你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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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你一定吵架了 如果倒转来 我不想我自己 我只为你着想 你只为我着想 想不天长地久都有点难了 对不对 世界的难度对不对 其实爱是很难 爱是为对方着想 哎 你的姐姐 我怎么怎么你为她着想 你妹妹怎么你为她着想 你弟弟怎么样你为她着想 对不对 而不是把focus 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们主大困境就是 我们喜欢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好奇别人了 那些人都没状怨 对不对 当你一开始这样做 你发觉到 你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也就是说 爱已经开始发烧了 看你的家里 可能就像刚才我告诉你那些发烧的爱 一个一个一个都来了 你明白吗 爱是不轻易发动 哇 爱不能生气了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我告诉你 不爱你就不生气 爱你就很生气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如果今天 Poster Peter Lee 他跑过来跟我讲 Poster Reiner 我那个儿子啊 不知道做什么呢 考试拿八个零蛋 因为他孩子嘛 不是我的孩子嘛 对不对 我讲话就很steady咯 我就没有关系的 八个零蛋 但神学院也是收的 他是上帝呼召 以后是做你的传人 他自己探不住 他是路人的 我们这些导告就可以了 不用生气 因为上帝创造 每一个人不一样嘛 对不对 好了 好了 我一回到家 我们看看一丢 你看你的女儿 考试有八个零蛋哦 我讲我会怎样 你儿子都升学院可以 第一句话我就讲了 你爸爸没有这样笨 你这样笨 就是因为他是我女儿 我爱他才会嘛 对不对 今天这就上会了 上会了 Degra跟我讲 你是我们的师父 来我请你吃饭 他就带我去那个McDonald吃饭 吃饭吃了一半 突然间有一个 非常美女跑过 我的眼睛就这样看 嗯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要看就看了 对不对 不过今天 晚上的时候 Degra就跟他的老公 一起又是去McDonald吃东西 吃到一半 那有个美女跑过 你知道吗 然后Degra的老公 就这样 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等一下跟McDonald的茶 就在他头流 有没有 哎呦你会不发怒 爱是很生气的 对不对 我做什么事情 你不会顾忌 你老公做什么 都看你怎样 对不对 生经这句话是讲什么 这句话是说什么 爱是不随意发怒 就是不可以生气 但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发脾气 如果你察觉到 你一点点情绪不好 就发脾气 一点点情绪不好 就发脾气 我告诉你 带出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可以动到的 我要来的 不小心会动的 你的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电话就 有吗 有这种了吗 有很多 你试试看你认识这种人 然后你去找Pastor Peter Lee 你可以写一百条圣经 怎样怎样改变它的给我吗 你写了一号 你会进去那叫 我感动得多力 圣经讲人 不可以发路 不可以喊路到天亮 不可以发路露露露露露露 讲到最后 我们自然讲一讲什么 他的家里用一直要叮咕 你厉害了 对吗 你跟着我们讲道理 你也讲不到 你越讲越生气 我这样讲对吗 对不对 那么这种人你要怎么对待 其实 他可能背景上有些问题 家庭上有些问题 童年时会有点受伤 对不对 那你试试看你去拍他 就是每次你看到他的时候 打包给你吃的 打包给你吃的 一看到他不讲动话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我告诉你 你一回到公司里面 他每天跟每一个人发脾气 就是不敢跟你发脾气 因为在你的身上得着爱 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 是不是常常发脾气 如果是的话 我告诉你 情绪不稳定 因为我们带发烧力 圣经讲什么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天主教圣经就写 不图谋二事 那个叫做什么语本 诗高语本写 不图谋二事 为什么会图谋二事 因为你害了我 我不敢念 我想办法害你 明白吗 道仇吗 对不对 这里是告诉我们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 其实不计较 因为计较会累积 仇恨会累积 开心不会累积的哦 如果你十年前看一套电影叫做少林铸球 他刚好要射那个球的时候 他那个gob people告诉他不要收钱 听闻电话响 然后他看老婆我会回来吃饭 哈哈哈哈 很好笑哦 告诉你 十年后你突然间找到一个旧杂志 看到了这个手盆也你会笑 你也不会笑我啦 对不对 如果十年前 我抢走了一个女朋友 十年后你看到我在台上 你知道你会哼啦 小时尖鬼子要做博士 真罪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功 丑恨不累极了 快要没有累极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上帝都知道 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计算人家的丑恶 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有原谅人的心 但是我告诉你 我叫你去原谅 很容易吗 已经干扣了 原谅人世界很难的事 对不对 但是今天基督徒 我告诉你 灭绝神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神讲怎么样 我怎么样原谅你 你怎么原谅你 当你开始想到上帝的时候 你就有能力原谅别人了 今天早上我在福建堂 才刚刚讲这个故事 我刷他一点讲给你听 看这个刷 不让时间不够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在做戒毒的时候 收了一个兵命人 这个兵命人为什么 他早上一起来 他一直不见了 他一直不见了 不是去自杀了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住 因为跟你住不知道什么时候 阿龙可以上门的 所以我们办了 不要接你 这是真的事了 那么后来他就轮到街头 给那个马来西亚派办事工的 把他带到我这边 我就马上住在我们宿舍 他住在我的宿舍 我告诉你 没有多久 他就在宿舍里面 偷了一个手提电话 偷了还没有关系 他自己还买一个锁头 锁住我们的宿舍 半夜三点 宿舍的人打电话给我 来个救命啊 半夜三点睡觉 你不要救命 好哦 那我就去看了 他们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 我就叫你们放心啦 火烧没有问题的啦 为什么火烧没有问题 我们就在宿舍楼啦 火烧很多人死了 不是我们宿舍楼 我明天早上才来开啦 他们就给我一个要求 你可以帮我去找找他吗 找个鬼咩 故意通你的电话还锁锁 都要走了 还找得到咩 找不到咩 对不对 好了好了 看怎样啦 我就跑进去电梯里面 开始告告我 三点啊 三点了 我要睡觉了 我找不到 找你的睡觉咩 我去驾车去找了 答应了要找嘛 对不对 一找你 我找到我 找到我 我找到他们后面了 他打住电话我 我就告诉他 Uncle 我对你这样好 你在我邻里住的地方 偷电话 我没有偷啦 我借他们的来用罢了啦 我偷了就不借了 你借用来干嘛 你们打电话给你咩 我三点了 我都没有借到电话了 他还讲什么呢 借了这个电话 不可以用你的SIM卡 我要换我的SIM卡 进去里面打 你还不换 这个电话太行了 我还不懂怎么猜 你还听得生气啊 上帝让我没动了 我没能量的嘛 我的手就拿上来 他是有点不大老的 我就对着他们不大老的 我最好打下这个最爽的 就被打了 手就拿上来 最主要打了 我一要打上手 突然间看到 哇 怎么这个人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哦 你知道为什么呢 上帝让我看到 你做的坏事比这个叔叔更多吗 你又做老前啊 又这样啊 又老头 你不是比他更坏 要打他 你还要打人家 我想想到上帝 你原谅了我嘛 对不对 那我应该原谅他 对不对 手拿上来的什么嘛 放在他我头里面摸一摸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摸一摸 这个人身体就改变了 打进去就改变了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因为有耶稣 我能够原谅他 对不对 因为有耶稣 我能够忘记 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他很差 当然名字叫约瑟 约瑟是给自己的亲生兄弟十个 一起来出卖 差点才把他抹杀 你懂吗 对不对 但是后来 约瑟有机会的时候 有没有报仇 没有报仇 约瑟还爱他们 为什么约瑟做得到 你知道吗 你看约瑟 他后来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 一个叫以法的 一个叫马那希 那马那希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神叫我忘记 他就是说 神帮助他忘记一切仇恶 Amen 所以求你够做到 Amen 第八个 最后一个 不喜欢不义 你只喜欢真理 这里有两个喜欢 是不是 不喜欢一个喜欢 只喜欢又一个喜欢 对不对 第一个喜欢是什么 你懂吗 第一个喜欢就是说 这个喜欢带有一种 不平安的感觉 这个不喜欢带有不平安的感觉 什么叫不平安的感觉 你懂吗 比如说 你 我有这个经验 就是我来教会的时候 刚刚幸福的时候 我还有做很多天 我都在做很多 我不是幸福了 就没有做天 幸福了还做天 但是每一次来 我就有一种不平安 哎呦 马上不到对人 那种感觉 你懂吗 那么我懂你没有做错事 就是你开始拍拖了 这里 可能当时有些人 很理性 之前常常有这样的事 开始拍拖 对你的女朋友衷心肯肯 突然间看到你女朋友的同学 比他更美 然后你就偷偷跟他约会 约会了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心里会怎么样 不平安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对不对 这个不喜欢的解释就是这样 不喜欢不义 就是当你做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不能告诉你所爱的人 你家里的人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 这个喜欢不不喜欢不义 是这么来解释 对不对 那么我告诉你 这种不平安的感觉 会慢慢变成平安的 我告诉你 有一天有个基督徒 他就跟那个老板一起去应酬 英雄 老板就讲 这个大老板来着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跟我进来 这个老板UR 老板不去可以吗 我是基督徒 敬你的同个默基鸡 老板讲话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就去嘍 一去的时候突然间 来了一个辣妹 蛮美的 Panel 阿 阿 不要再让这种事情示范我 我受不了 你要帮助我 成功了 第二个礼拜 诶? 他的老板 今天晚上走 带你去运筹 不去可以吗? 不可以 去哪里同样一间 同样一间 同样一间还没有关系 又是同样一个女孩子 你知道吗? 其实他的手就 叮叮叮叮叮叮 抓住人家的手 抓住手应该没关系 这一天可以办 我要这样 看到了我又睡觉了 不平安的感觉又来了 又靠近四手又祷告完了 神啊 神啊 带我托灵啊 恶魔的手 好让我能够重新靠近你 Amen 第三个礼拜 又来了 一手去哪里 同一个男人 又坐下来 又同一个女人 这是惨了 这是手 上次都抓 这件事抓 抓抓一身抱起来了 今天马上又回去 看到太太又睡觉了 又祷告 你知道她是怎么祷告的吗? 神帝啊 这件事没有告诉我 太太知道就OK了 人做坏事 你做了个坏事 你没有把它砍断 你没有拒绝 到最后 你连这个不平安的行都没有 你会办吗? 我们会怎样的 神告诉我们怎样 神告诉我们怎样 神告诉我们 什么叫只喜欢真理 这里的喜欢 它带有的含义 是 一起 跟你所爱的人 一起活在真实里面 一起活在真理里面 这个叫只喜欢真理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爱 我相信 如果你没有让这八角灯压起来 我告诉你 你的爱 一定是永不自信 你的家里兄弟的爱 完全没问题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做不到 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是开一条经理讲课 你知道吗? 经理讲诗是怎样? 我们把道理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 你懂吗? 道理就是告诉你真相 但是我告诉你真相 对不对? 真相让你知道以后 道理只是让你知道真相 但是你做不到 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来哪里? 你来到教堂 教堂所讲的跟道理不一样 叫做真理 跟你旁边讲的你今天是听真理 真理是能够活出来的 为什么我告诉你真理是能够活出来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圣经 来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因为真理是带有能力的 因为真理告诉我们 神本身就是爱 你抓住神你是抓住爱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告诉你爱是不要做比较 你可能就马上都回到我 你的内心就在讲 你在讲什么? 我真的不要做比较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 妈妈有两个女儿姐姐 就是比我美 我受不了 我不要做比较 但是我就做了 他一定要有安全感 没有办法 我的老公太单身 他一出门我就担心 你说爱是不战狂 没有办法 我自尊心太低 我一定要羞羞 我先觉得我存在 你既可能有这种问题 你既可能你也告诉我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是讲的某骨刺啊 但是我还是偷偷去做 我受不了给他绑住了 可能你告诉我 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私的哦 五千年的历史告诉我 一个人的位置 是怎么样 天中一面 不轻易发弄我的情绪 控制不好嘛 你怎么做 你告诉我说 不跟你再计较 我这个人啊 不能都损失一点的哦 不喜欢故意 我告诉你 我已经喜欢了 不平安的行 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怎么办 神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得到 不是因为我们能 我可以靠上帝做得到 Amen 因为我清楚的知道 月圣为什么能够忘记 十个兄弟的仇恨 因为 神使他忘记 我为什么能够做得不比较 因为 神使我不比较 神告诉我 祂把所有丰富的都给我 祂安抹所要的给我 为什么我用安全感 我告诉你 我太太跟我讲了一句 非常棒的话 我跟我太太讲 我要去槟城四天五天 听说槟城很多媒体 你知道我太太怎么顶我吗 我才不怕你敢得罪上帝 你去啦 我才没有办法你赢到啊 因为我真的不敢得罪上帝 对不起 原来爱建立在上帝里面 能够做到 原来爱在上帝里面 你告诉我说 哎哟 不是我真的做不到 我已经出轨了 我怎么办 我告诉你 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信实的 神说愿意在他面前 很诚恳地认识悔改 神会带你跑出来 神会带你很大胆地 告诉你的男人 我去参加FG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简称 就是有一个经理 有一个经理 那么他有一个秘书 那他秘书每天都要勾引他 都勾引不成功 过有一天 他终于会追求 跟顾客一起去 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发现到自己 在那个酒店里面 康遍睡觉的是他的秘书 他在团区里面分享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么所有的弟兄 就围着他祷告 能够告诉他 我们只有给你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哪一处最漂亮的花 找了一个最漂亮的餐厅 祷告了以后 坦坦白白地告诉你的太太 结果他照做 他告诉他的太太 你知道他太太怎么回应他 他太太回应他 非常感动的话 如果真的有来生 还是要讲给你 Amen 所以你要相信 你在神的面前 乐罪和感受 跟神知取能力 神让你能够夸出来 Amen 夸出来是很难的事 你懂吗 不计算能得了 你说我们累积了太久 累积了太久 神能够一次或把你洗清清 你说怎么办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爱能够满足我们 我们知道爱在神里面 是豐豐富富的 我们知道爱 能够遮掩一切的罪 但是我们常常知道 却做不到 今天我要告诉你 只要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被难做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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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